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李强 赵乐际 王滬宁 丁薛祥 李希 韩正出席 蔡奇主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二十册 毛泽东年谱一至九卷出版发行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赵乐际做关于检查种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七次委员长会议 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 赵乐际主持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3.61万公里 以色列方面称 已经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 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2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 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王滬宁丁薛祥李希 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 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做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强调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留下了永治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 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 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 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 永远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指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 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魏敬事业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 新征程上 我们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坚定历史自信 把握历史主动 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 无穷智慧和力量 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 历史主动精神 要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 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把维护好 实现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 更多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 始终同人民 同呼吸 共命运 新联新 使中国式现代化 拥有最可靠 最深厚 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指出 毫不动摇坚持 与时俱进发展 马克思主义 大力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自觉用中国化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新的实践 是我们党把握历史主动 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成功之道 实践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认识真理永远不会完结 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时代化 新境界 中国是现代化 为党的理论创新 开辟了广阔前景 提出了新的 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深入探索 中国是现代化建设规律 不断回答 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 以理论创新 引领实践创新 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 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中国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 实践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 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 动争格 敢碰硬 精准发力 协同发力 持续发力 坚决破除一切制约 中国是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全方位为中国是现代化 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不断拓展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指出 中国是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才能确保中国是现代化 批波展浪 行稳致远 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 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坚持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 走在时代前列 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现代化 需要全体中华儿女 和中共计 共相胜举 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坚持中央全面管制权 和保障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相统一 支持香港 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要坚持贯彻新世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决防止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既造福中国人民 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 我们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将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坚定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蔡奇在主持会议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深情回顾了毛泽东同志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 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 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 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 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对以实际行动纪念毛泽东同志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 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林 精辟深邃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指导性 对指导我们党 把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座谈会上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屈青山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湖南省委书记沈小明 先后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座谈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北京市湖南省委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毛泽东同志亲属 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 以及出席 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代表等 参加座谈会 作谈会前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等领导同志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北大厅内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 和五党派爱国人士 敬献的花篮 摆放在毛泽东同志坐向 正前方 习近平等 向毛泽东同志坐向 三鞠躬 随后来到瞻仰厅 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仪容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经党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增补修订后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至二十册 毛泽东年谱 一至九卷 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 在全国发行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为内部发行 这次公开出版的修订本 新增1069篇文稿 从原有的13册增至20册 共757万字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和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这次由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修订后 将两部合为一部 共9卷437万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至二十册 是一部供研究用的 多卷本综合文献集 毛泽东年谱一至九卷 是一部寄述毛泽东同志 从1893年诞生 到1976年逝世 83年间 生平业绩和思想理论发展的 编年体著作 这两套系列著作的出版 对于研究 毛泽东同志一生 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思想理论 工作方法和实践活动 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族主义革命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 研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研究毛泽东思想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做出的历史贡献 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历史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具有重要意义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 26号下午 再经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并做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种子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赵乐际在做报告时说 为贯彻落实党的20大战略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年对种子法贯彻实施情况 开展了执法检查 目的是运用法制方式 推动种业发展 提高依法制种依法兴种水平 夯实种业振兴 农业强国建设的法制基础 赵乐际指出 从检查的情况看 我国种业总体上是安全的 种子法的贯彻实施 有利促进了种业振兴 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 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 全面贯彻实施种子法 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还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 进一步贯彻实施种子法 要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 推动两种选域创新公关 培育壮大优势种子企业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强化种子质量监管执法 落实种业扶持政策措施 健全完善种业法治体系 用法治为种业振兴保驾护航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落地见效 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郑建邦做的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安全生产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 受国务院委托做的 关于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 中期评估报告 听取了全国人大 财经委主任委员中山 做的关于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中期评估的调研报告 听取了审计署审计长侯凯 受国务院委托做的 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财政部部长 蓝佛安 受国务院委托做的 关于财政文化资金分配 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雷海潮 受国务院委托做的 关于精神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期间 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八千三百一十四件 依法交由二百零四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分别做的 关于十四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的 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王东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委员长会议 二十六号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 关于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 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草案 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刑法修正案 十二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完善和加强 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 对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 东南侧相关陆地和海域 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了相关议案戴尼稿草案 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郭雷做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博斯瓦那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 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 戴尼稿 会议听取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 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相关决定草案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俊辰 向会议做了关于新增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 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 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今天连接四川成都自贡和宜宾的 成自宜高铁 连接广东汕头和汕尾的汕汕高铁 汕头南至汕尾段 连接福建龙岩至广东龙川的龙龙高铁 龙岩至五平段 同时开通运营 八纵八行高铁网 金坤沿海主通道不断延展 今年以来 国铁集团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 高质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 前十一个月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4% 随着贵南 福夏 济正 等一批高铁新线建成通车 新增高铁运营里程 1700余公里 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知越密 2023年铁路投资高位运行 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 加快建设 截至11月底 以建天投展3061万公里 占比约80%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基石山 6.2级地震灾区 灾后安置工作 扎实推进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甘肃加快活动板房 调度和安装进度 综合考虑地形交通等因素 按照一户一间的标准 规划了177个集中安置点 截至目前 基石山县已搭建了 8000多间活动板房 受灾群众陆续入住 当地海组织周县干部 下沉到安置点 及时了解群众需求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青海地震灾区 103个集中安置点 2200多套板房 建设完成 9100多名 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 今天已入住 记者在安置点看到 每个板房都装上了保温层 配备了简单家具和火炉 同时水电 网络 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 也投入使用 在受灾较重的 明河县中川乡 当地生活超市 蔬菜水果店 理发店等 已开门营业 为周边受灾群众 提供生活便利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 审计署发布 2022年度审计整改报告 报告显示 针对2022年度 审计查出的问题 截至今年9月底 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 共整改问题金额 9570多亿元 制定完善规章制度 1600多项 追责问责 2540多人 解决了一些 不利于改革发展 和经济社会稳定的 体制机制问题 国家医保局公布 2023年1至11月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总收入 29362.15亿元 其中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 20498.98亿元 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收入 8863.17亿元 总支出 24910.94亿元 医保基金 整体运行平稳 今天11时26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 用长征3号 已运载火箭 于远征1号 上面级 成功发射 第57颗 58颗 北斗导航卫星 该组卫星 入网工作后 将进一步提升 北斗系统可靠性 和服务性能 今天 国新办 举行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 介绍修改后的 专利法实施细则有关情况 该细则优化了 专利申请制度 放宽优先权手续 和申请程序要求 为国内外用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 该细则自2024年 1月20号起实行 今天 京津津记签订 社保卡居民服务 一卡通合作框架协议 加快实现社保卡 跨省通用 一卡多用 在政务服务 交通出行等领域 实现共享 目前 京津记区域 社保卡持卡人数 为1.15亿人 已在持实体 社保卡就医 乘坐公交地铁 等方面 基本实现 互通互用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25号发表声明称 乙军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远未结束 乙军还将在 未来几天 加强攻势 25号 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继续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火箭弹 以南部城市 阿什凯隆 拉响防空警报 在加沙地带 北部的加沙城 当地空袭 和交火不断 人道主义状况 持续恶化 我现在是在 加沙城的一个街区 在这些废墟下 掩埋着这里 曾经的居民 目前加沙城的安全 和人道主义状况 非常恶劣 食品和医疗用品 严重短缺 已军要求 加沙城东部和北部的民众 前往加沙城西部 但西部地区 仍在遭受空袭 埃及安全部门 消息人士25号称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当天拒绝 埃及提出的 一项停火倡议 该倡议涉及 把武装组织 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控制 以换取长期停火 哈马斯强调 在以色列 全面停止 军事行动之前 不会进行谈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25号发表声明说 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高级指挥官 塞伊德·拉奇·穆萨维 当天在以色列 对叙利亚首都 大马士革的空袭中丧生 声明说 塞伊德·拉奇·穆萨维 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叙利亚时间最久 经验最丰富的军事顾问之一 曾是已故 伊朗高级将领 苏莱玛尼的战友 伊朗总统莱希发表声明说 会让以色列为此付出代价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当天在接受媒体提问时 拒绝就袭击事件做出评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25号向俄总统普京 做汇报时说 俄军当天完全控制 顿涅茨克地区的马林卡 普京说 这一进展将有利于 将乌军驱离顿涅茨克 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 乌军方面称 俄方说法不准确 乌军仍在马林卡城内 战斗还在继续 马林卡位于顿涅茨克市西南 约30公里 俄军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马林卡是俄乌 反复争夺的要地之一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今天表示 克里米亚黑海沿岸的 费奥多西亚镇 遭乌克兰方面袭击 造成一人死亡 多人受伤 当地港口地区已被封锁 乌克兰空军方面今天称 乌空军战术航空兵 在费奥多西亚附近 用巡航导弹攻击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 新切尔卡斯克号大型登陆舰 乌方说 消息显示 新切尔卡斯克号 当时正在运输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证实 新切尔卡斯克号 在乌军空袭中受损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